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 都是独立主权国家 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 既然澳方宣称尊重所罗门群岛主权决定 就应该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 停止对所方行使主权权利 自主开展对外合作 说三道四 停止施压胁迫 我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对此表示震惊 有关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但是作为原则 我想告诉你的是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并强烈谴责 针对正常履行职责的 新闻记者的暴力行为 我们希望有关事件能够依法公正 得到处理 贸易战启动以来的前三年 即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 这三年里 美国每年对中国的出口 都低于贸易战前 即2017年的水平 这期间 美国丢失了多少工作岗位呢 超过24万个 所以这些数字 可以充分地说明 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美国政府是时候重新考虑 并尽早取消这些加征的关税了 感谢观看